大家好,早餐在家蒸水袋,很多人第一步就错了,难怪外熟理不透,今天教你正确做法,出锅后鲜香又嫩滑,下面跟随视频一起看看吧。 首先准备三个好看的鸡蛋,加入一勺食盐,倒入33度左右的北方200开,用干净的纸巾擦洗一下。 因为鸡蛋的表面有很多鸡粪和脏东西,所以烹饪之前最好清洗一下,这样家人吃着干净用卫生。 洗好后用小工具在顶部敲打一下,鸡蛋的切口处越小,打出来的鸡蛋更加的完整。 并且鸡蛋壳还有其他用处,全部打入碗粥后,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。 搅拌至表面起小泡泡。 用刚才准备好的鸡蛋壳装入温水,比例是三个鸡蛋五个蛋壳水。 加入一勺食盐,入个底位,用筷子继续搅拌均匀。 搅匀后,用漏勺过滤掉小泡泡,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就不会出现蜂窝状。 剩下的小浮沫也要用勺子撇干净。 最后像湿瓶这样就可以了。 锅中提前水烧开,然后放入一个盖帘。 再把中火调成小火,这时候就可以放入鸡蛋液了。 上面扣上一个盘子防止水蒸气滴落。 盖上盖子焖煮三分钟。 趁这个时间准备几根小葱切成葱花。 切好后放入小碗中。 时间到了关火,打开盖子。 拿掉盘子。 表面丝滑无蜂窝,特别的好看。 我们在表面画上几刀。 然后撒点生抽提味。 一点香油增香。 再把葱花放上去点缀。 一道简单又美味的蒸水蛋就做好了。 口感鲜香爽滑,比豆腐还要嫩。 家里老人和孩子都爱吃。 做法也非常简单。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